维持健康帮助肌肉生长 很多人会补充蛋白质 不只能促进肌肉生长 还能防止肌少症发生的几率 不过有营养师提醒 如果食物选择和摄取顺序错误 可能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 现代人健身运动后 在补充蛋白质 想保持健康维持良好体态 但营养师提醒 民众在摄取蛋白质时 得注意不要出现这些NG行为 随便吃个猪肉啊 牛肉就有补充到蛋白质 但是呢这些都是红肉 它其实会让身体 有过多的油脂跟负担 都在午餐啊晚餐 吃非常大量的蛋白质来补充 我们人体啊 你一次吃非常多的蛋白质 是无法正确的吸收跟利用的哦 除了吃的顺序 还有吃的时间要注意之外 挑选对的蛋白质也很重要 不少民众早餐常吃猪排蛋饼 三明治或水煎包 营养师指出 这样吃到的蛋白质较少 反倒会摄取不少高负担的 淀粉和油脂 那要如何避免踩到地雷 豆浆的黄金三角营养素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大豆蛋白 是有所谓的大豆翼黄铜 可以帮助我们养颜美容 第三个呢是大豆软磷脂 可以帮助我们脑袋更思绪灵光 营养师提醒可以在早餐的时候 补充一杯豆浆 豆浆当中的大豆蛋白 属于植物性蛋白质 可以帮助肌肉生长 但也要注意挑选食品及飞机 改黄豆制成的豆浆 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把关 周末的 06 感谢观看